你看我心情沉重 第一個 這個菲律整合喊這樣子 就是在班科 科民調第一 菲律整合就等於換喉 所以如果 所謂什麼全代位以後 喉定於一尊 那你喊的應該是挺喉整合 這樣才對嘛 因為挺喉等於菲律 所以你講一個菲律 那基本上喉還是有個問號 喉友宜曾經民調第一 對不對 那為什麼掉下來 就是國民黨這種態度 第一個外面有一個在那邊敲鑼打鼓打游擊 郭董 然後那柯文哲在所謂的批判民進黨 這個反民進黨這個部分 他比喉強啊 他們現在形成一種 一種反民進黨的大盟主就是柯皮 那國民黨最大問題就是他不敢批鍋 也不敢打渴啦 所以喉友宜的民調就散不來 那為什麼不敢批鍋 不敢打渴 因為他一直有做一個夢 就是所謂的整合 你這個夢醒了 那喉的民調才可能上 但我現在看起來 如果連朱立倫都講說要什麼 什麼可能都會有 對 由菲律整合 那喉友宜的地位還是不穩固 尤其國民黨最強的 國民黨這次是小雞比母雞強 那國民黨的小雞最強就在雙北 尤其像台北市 尤其像徐曉鑫 王鴻衛這些 他們這小雞都非常強 是 那這些最強的小雞 他們最怕最不要的就是 柯文哲去他的選局提名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些最強的小雞 都不敢批柯文哲 否則柯文哲最弱的部分 就是在台北市政 徐曉鑫 王鴻衛這些都是台北市議員 什麼游淑衛小強 都是台北 每個都台北市議員 最了解柯文哲的台北市政 就打北流啊 打什麼應該可以下重手 所以 侯友宜的聲勢強不起來 因為他隨時旁邊有一個問號 大家覺得你黨內團結還沒還沒 做好啊 那會不會被換掉了 有這樣子問到在旁邊的人 他怎麼會有那種選總統的那個聲勢 當然就拉不起來 所以侯友宜曾經的第一啊 現在現在就掉到第三 那菲律整合大概只有一種可能 以目前來看 就是國民黨的總統讓出來 讓柯批選啊 為什麼只有這種可能 小星剛才這樣講 民調到九月到幾月 還不知道大家會怎麼樣 那叫整合那叫投降 你知道嗎 如果不是這樣子 柯批只要他民調有個十五趴 他都不會投降 你要柯批投降 一定要把他壓縮到三趴五趴 他才會整個黨都投降 柯批如果民調有兩位數以上 他他又幾可能就形成關鍵手段 他不投降那為什麼國民黨要投降 好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國民黨一直要講菲律整合 因為柯批就是用所謂的立委提名 在恐嚇國民黨 尤其是恐嚇國民黨這些最強的小基 他現在是擺平了獎的 對他昨天就講啊 我提名這個當然會影響誰 會影響誰啊 照理講柯文哲他提名立委 他第一個想的不是說我提名了以後 民進黨得利或國民黨就吃虧 柯文哲不對 柯文哲想的應該是他未來民眾黨的發展 還有他自己的總統選舉 那才是他最優先關心的 我哪管理我提名立委 會誰得利誰受傷 幹他什麼事 所以他要選總統的人 他目前最大問題 剛好跟何友宜相反 何友宜是小雞強 柯文哲是只有母雞 根本沒有小雞 他應該廣泛提名 去幫他衝政黨票才對 而且他也很清楚 他提名的都不會當選啊 怎麼可能會當選 而且他提名立委也不是為了當選 這個立委可能就是拿一天的選票 在地方就落地生根 下次可以選議員 他就票拿到 絕對可以拿個幾萬票 選立委的基礎 以後選議員的基礎就有了 這才是一個政黨未來長遠的發展 而且以目前來看 柯文哲甚至可以精算 比如說他拿15%選票 假設總統投票率七成 換算回來他等於拿了 差不多22%的總統選票 他部分區可以拿個八席 八席左右幾跳 幾跳 他以後絕對是國會的關鍵少數 以後誰當總統都要給他拜託 立委是一月十三號投票 二月一號大家都去拜託他 立法院長 立委院長副院長選舉 對不對 可不可以拿到一席副院長 副院長都要給他 對啊 以後組閣都要跟他談 不然你以後在立法院 沒有辦法運作的話 嘲笑越大 誰執政都很麻煩 所以國民黨 你要跟柯B整合 你出了幾個價錢 你除了第一個把他打到三趴 五趴 柯文哲你連關鍵少數都沒機會 他才會跟你談 要不然你總統就讓給他 如果侯目前這樣選法 國民黨又不敢批柯 然後郭文財兵 讓外面亂跑 侯委民調覺得第三 你覺得沒有沒有機會整合 可是俊憲一直講 國民黨把總統讓出來 董好 國民黨有可能把總統這個位置 讓出來嗎 你從 小心國民黨已經建黨 建黨一百多年了 一百三喔 對不對 朱立倫說什麼可能都有 他說什麼可能都有 他說什麼可能都有 因為我們現在有時候 不知道怎麼講 我們都先看主席的說法 他說法絕對不會好 不是 對立委來講的話 他會優先關心選情嘛 當然當然 就是說 小心當選當然對他最重要 總統是你們大人去談嘛 不要這樣講 我是關心朱主席的說法 貫徹主席的意思 我再補充一點 就是說這個 這個是大人的事情 他立委一定會採取 像小慶這種講法 就是叫他盡量來整合嘛 還有一點 所謂的什麼 全代位以後 不可以再講喚喉 沒人這樣啦 提名以後 就不可以講喚喉 對不對 可以啊 那已經走到這個地步了 全代位以後有人再講 他又會改了啦 中秋節以後不能講喚喉 中秋節以後不能再講喉 沒有其實現在已經 沒有什麼人在講喚喉了 對啊 但講非律 非律就等於喚喉嘛 對嘛 就等於這樣 可是我